随着金管会主委泽民宗即将转任立委 谁来站带主委一职 成了金融市场上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除此之外学者分析 在新总统上任之后 不少公股行户或是金融周边单位的负责人 也将会进行人事调整 势必会牵动一连串的高层人事移动 黄丽玲副主委 黄天梦副主委 两位金管会副主委各聚一旁 而新国会2月1号就要成军 也就是说中间主委大卫即将换人做看看 至于谁来接替职务 根据了解将有两位副主委择一站带 不知道现在都是传言 现在还没有确定 都是谣传的部分 我相信那个都初步的想法 先持行政案还没有决定 不过根据媒体报导 由于王立林在内阁总辞之后 可能会返校重职教编 因此主委一职 由黄天木站带的可能性比较高 除了今晚会主委职务 工股行库和金融周边单位的高层 都将面临异动 其中像是土银董座 几乎已经确定跟动 另外赵丰金董事长蔡友才 华南金董事长徐光熙 今年都满65岁的退休年龄 可能都将面临下一波的人事调整 另外也有人分析 台湾金作为政策银行的指标 懂做换人也是不无可能 其他国营企业像是台电 先前也一口气调动了16名高层 新旧政府交接 仍是开始出现大半风 各机构也纷纷提前卡位布局 UDN TV陈一华梁立林台北报道